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9月10号 傍晚的6点38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下 广州上下车的现状 这条就是广州大名鼎鼎的上下车步行街了 不过可以看到其实起客逛街的人 没多少吧 其实的话这条啊 只是上下车的下车路 在下方那一段也是上下车的范畴 不过那一段叫做第十普路 在上方吧 还有一条上车路 那这个视频就带大家 观一下下车路跟上车路吧 对于上下车 大家看到镜头前的这一幕幕 有没有勾起你们满满的回忆呢 上下车可以说是很多打工人共同的回忆吧 因为曾经的上下车啊 可以说是十分的辉煌的 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 都是人山人海的 但是没想到今天的上下车 变成了这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是吃饭时间 就没有人来逛街了 按道理不应该啊 我去别的城市 或者是我去北新路的时候啊 也是六点钟的时候啊 都不会这么少人的 因为上下车的话 它是一个山圈 这里是有很多美食的 所以很多人 即使不来逛街 也会来这里觅食 不知道是不是暑假结束的原因 就觉得这个上下车少了很多人了 哇美女啊 上下车的美女啊还是挺多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美女的数量啊 已经追不上北新路了 因为现在很多游客 或者是在广州打工人 都另任去逛北新路了 因为北新路的话 相对上下车来说更加的时善一些 我上下车还是一个老样子 这里是上下车广场 可以看到人也不是很多吧 前方干嘛 在插鞋 推销插鞋的喷剂 前方几走可以走到广州的沙面 就在这个位置吧 而这里几走可以走到广州的陈嘉池 所以说广州上下车的位置啊 还是挺优越的 前方这座就是广州上下车大名鼎鼎的绿王广场了 不过这个绿王广场啊 现在不是一个山场了 变成了一个批发市场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小食堂位啊 很多都很多都倒闭了 看到没 在以前可以说是大排长队的 店里面的话也是没有什么顾客吧 看到没有 这里面变成了一个珠宝铺发市场 这里还有三铺倒闭了 这边出乎意料 而且不止一家啊 前方就是上车路了 可以看到上车路的楼啊 这个招牌是很少的 相对下车路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就是因为这个招牌太少了 就没有一种灯红酒绿的感觉 这个商业的氛围啊 就少了很多了 不过这个上车路的话 它不是一条步行街 这路上是可以走车的 看到没 也正因为它不是一条步行街 所以很多游客 逛到这里就不逛了 你们不逛 我来逛 有两五十八块一个 但是有点小 先过一下马路 一过来 就感觉不像是一条步行街了 更像是一条 普通的街道 上九路 很多店都关门了 看到没 不是临时关门 是倒闭了 招牌都拆了 而且发现很多店啊 都变成了一个仓库 因为在 这里的不远处 就是广州的西山行服装西场 所以这里的店啊 很多都变成了 这里的仓库了 这些就是打包好的服装 这些也是 是 那边是批发 这边是零售 看到没有 一路的逛上来 可以看到很多店都关门倒闭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仓仓的话 不是这两年才有的 我记得我在 一几年吧 19年还是18年 就看到很多店都关门倒闭了 那时候还没有爆发这个口罩事件啊 看这里的衣服还挺便宜的吧 20块30块 20 还有就是这个圣沙九啊 离这个北京路也不远 大概也就三公里吧 前方机走就是了 鱼仔裤60块一件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 前方这里就是 上子路的尽头了 一路的逛上来 发现这个倒闭的店铺啊 真是不在少数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吧 好了 有逆时想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简单 带大家逛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就是带大家来逛一下看一下 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